自五月疫情三级警戒 光是两厅院售票系统总计就超过1089场演出取消 近300个团队受到影响 尽管7月27号降为二级警戒 但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 文化部携手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与国家两厅院 推出逆放线上舞台计划 透过示范演出及公开征件 推动售票型的线上演出 这个计划其实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公开征件 第二个是示范场演出 那原则上它是一个剧场演出的线上画 也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实体的演出 但是我们透过这次的计划 希望能够作为线上画 新旧作品都不拘 它可以是经典 它也可以是新的创作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它必须是售票型式的线上演出 它可以是直播或者是录影 但它必须是售票型式 那我们有九个团队十场的演出 那它的时间从八月初就已经开始 然后会一直到九月三十号 那所以非常欢迎 这里面当然也有直播 也有录播的节目 那也就非常的期待 我们走出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 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 这几年直播相当盛行 技术也逐渐成熟 但是真正售票型的线上演出 应该是第一次 而首场示范演出将由果头剧场打头阵 采开放现场及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面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逐渐把我们的表演的形式 跟那个艺文活动的形式 走向数位化 走向线上化 走向虚实整合 那么这样一个趋势 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未来在鼓励扶持这个线上直播售票演出 或者是录播售票演出 这会成为文化部未来重要的固定的政策 除了排练之外 接下来我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要跟镜头的导播 然后重新去设计一些 专门为了直播专用的一些表现的一些与会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所需要面临到更大的挑战 一放线上舞台计划公开征件 即日起至8月22号受理线上申请 获选者每案奖助40万到150万元 希望借由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展演形式 开拓观众群 激发多元创新的营运模式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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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